現在我回應一個問題 有人問為何有些人特別敏感 容易被人傷害 我想說第一件事 其實人人都容易被人傷害 除非懂得處理 如果不是的話被人拒絕 任何人都會覺得傷心 世上沒有人被人拒絕 被人傷害是沒有感覺的 每個人都有的 我講一下為何有些人特別強烈 有很多原因 一種原因就是 有些人從小到大被父母拒絕得多 被老師、同學、朋友拒絕得多 他就會覺得 沒有人喜歡我 我甚麼都不行 誰都不喜歡我 一相處 人們就會排斥我 他已經有這種習慣 所以當一重新再發生 他又說 又是這樣 他又不喜歡我 以往的傷害成為了 潛意識 潛意識就是 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是不可愛的 我是沒有人喜歡的 這種潛意識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就是人的信念 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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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看我們怎樣 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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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 以立遭遇 遭遇 遭遇 便會是 遭遇 順便的 而 我曾經給了主理 我自己小時候都懂得這樣處理 還有一個原因是男性比較容易 我一出門就大快活了 去玩和玩 在學校又很… 總之我努力在學校、在外面 去認識朋友 看他們家裡有些書我又很喜歡看 有人帶我去行山我又很喜歡 我一出門就大快活了 很開心 我這個性格 將那些不開心的 神給我這種性格 男性比較多都是這樣的 但不是每個男性都是這樣的 我忘記外面找到我的世界 讀書和同學交往都覺得開心 所以令到我有這種安全感 雖然我受到很多傷害 但我不介意 這就是每一個人 第一就是他經歷傷害 第二是他怎樣處理 如果他要處理 他出門說 家裡沒有人喜歡我 外面又沒有人喜歡我 尤其他外面又失敗 他就會更加容易加 加強這種潛意識的問題 第一就是他經歷的事情 第二就是他怎樣剔 怎樣看那些事情 另外就是人的信念 什麼信念呢 要被人看得起才是重要的 即有人看得起我 我才是重要 我才是寶貴的 那這一種的信念呢 就會容易令到他受傷害 有些人的信念是什麼呢 我有我的價值 我有我的重要性 人家怎樣對我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需要被他影響 即是他的價值 我們每個人都有價值 我們每個人都是寶貴的 這樣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別人的影響 但如果他的信念就是 要有人看起我 有人喜歡我 我才是重要的 那他就會很失望 為何做明星的人 特別容易受傷害 為何呢 因為那個明星 他曾經被人捧過 哇 那些粉絲多得不得了 一出門口 立刻一群湧過來 又送花等等 好像他已經覺得 我是必然是好個人 我是必然被人歡迎的 我應該是高個人的 當他有這種信念的時候 他就會一 稍為那些粉絲 開始沒有興趣了 對他呢 即是覺得好像不太歡迎了 哇 他覺得很失敗 哇 即是他想找回那個位置 找不到那個位置 他做回普通人 他可能找回那個位置容易一點 但是他是一個明星 他已經被人捧慣了 個個呢 譬如新聞又記載他 哇 很多人歡迎他 忽然間呢 他現在不受歡迎 他只找不到一個位置 我怎樣 FIT IN 即是我怎樣進回這個位置 我怎樣做回人呢 他不懂得去回那個位置 所以有些人呢 他們越去得高 而他期望他去得高 他就越失望 他就越難以得以治 所以 聖經裡面呢 都教導我們的 他說呢 卑微的弟兄聲高 他應該是喜樂 他說 富足的降悲也當如此 哦 即是說呢 當一個卑微的人 神賜給他 感謝神 喜樂了 但當一個已經是富足的 但是呢 他呢 就降悲了 他以前很有錢 現在降悲 他都應該是這樣的時候呢 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習 就是說呢 我們接受 我們呢 就算我們有這一切 不代表 我的價值 不是我有這一切的財富 或者我有這個身份 我的價值是神給我的 人都會有時高 有時低 不要緊的 如果他有這個價值 我有高的時候 我有低的時候 他就能夠接受他失敗的時候 他能夠接受他 在不是那麼風光的時候 就會 那個心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影響 但有些人呢 因為他習慣了 他習慣了被人捧慣 忽然間降低的時候 他的思想的價值觀 不能夠調教 所以其實 一個人保持不受人的影響 是有很多因素的 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神愛我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是 無論我高還是低 我都是重要的 無論人怎麼看我 我都是寶貴 我都是重要的 我的重要不是在於人怎麼看我 我重要是在於神怎麼看著我 所以我永遠都是寶貴的 這個信念 都不容易有的 因為這個不是人的 是普通人會做得到的 是需要學習聖經 然後呢 不斷去應用 不斷去宣告 不斷去相信 也都在神的同在 經常感受到神的平安喜樂和愛 於是知道神是很真實 神經常幫助我們 於是心裡面 就有很強烈的安全感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懂得 turn off 關掉所有不好的聲音 人的不好的東西 我懂得關掉 就是說 他說我不好 不代表我不好的 我的重要性不是被他影響的 我的價值 就是在於我依靠神 和我遵從神 都是走神的路 還有健康的價值 這個自我形象 也都一部分 就是在於我們自己 怎麼建立自己 譬如有個人 從小到大 他又不想讀書 讀書是經常失敗的 好了 他做工 又經常被人炒了 認識朋友 又是沒有朋友好的 結婚 又被配偶離棄了 因為他太過不能夠 懂得和人相處 就是當一個人 遇到每件事都失敗的時候 他是很難很難 能夠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 也是當我們走神的路 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自然我們就會建立一個 健康穩固的情緒 我們懂得和人交往 懂得關心他 懂得去不受人影響 懂得和人相處 也都懂得找到自己的工作 去在我們工作上能夠發揮 又懂得有朋友 如果是結婚的 和配教能夠有好的關係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但是呢 就算你學得不夠好 我們有神愛 我們都是有重要的 可能有些人來說是很困難 但是我雖然有很多困難 我都在這個情況 我神愛著我 所以我重要是寶貴 不用不開心的 然後我逐步逐步提升的時候 我逐步逐步提升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提升自己 學習和人相處 學習關心人 學習工作的能力 我就整個人呢 就會自我形象更加穩固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就是 不容易受人影響 是必定自我形象更穩固 又學習為何不受人影響 學習為何提升自己的自我形象 以及我們的價值 我的價值 我的意思呢 不是普通人的價值 就是我有多少財產那種 而是我的生命 已經是一個平穩安靜的生命 這是一個價值來的 是一個永恆的價值 一個人有平安是一個永恆的價值 我有這種神給我的 就是我建立我的生命 有平安喜樂 我也都建立我的生命 能夠隨時討告經歷神 我建立我的生命 能夠和人交往 能夠關心人 能夠向人傳呼聲 能夠建立人的靈命 這些都是 建立一些永恆的價值 這些呢 是會幫我們個人穩固 不容易受傷害 不容易受影響的 所以幾方面 就是神的愛 讓我們知道我們寶貴 重要 然後呢 就是我們建立我們的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 和因此 來建立我們的生命 OK 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一步步建立 那你未建立到的時候 你又不用批判自己 不要緊的 神愛我的 我有努力 神就歡喜了 我有向前去 神就歡喜了 那人呢 就不會 就是用負面看自己 就是永遠都說 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的 我下次努力就行了 耶穌赦免我 耶穌幫助我 那這就是正面 就是凡事都正面看的時候 人就會逐步逐步愈來健康 every day 是 神也不愈來健康 人類展現 她也不愈來健康 人類展現